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绕北太平洋回墨西哥的大帆船 都要沉着黑潮从台湾东海岸经过 这就制造了许多海难的机会 1592年 菲律宾总督派遣道明会神父高姆县 率领代表团西代国书 前往日本觐见风景秀吉 回程经过台湾的时候 船只触礁 登岸的人包括高姆县神父和船长联罗士 都被原住民杀害 高姆县神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不仅因为他是西班牙外交使节团的团长 而且他还是明星宝剑的西班牙文翻译者 这是第一本被引诫到西方的中文经典书籍 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而高姆县就这么在台湾莫名其妙的上名 高姆县和风尘秀吉见面的过程 本来将会因为这场海难而湮灭 幸好他随行的通意 安东尼奥罗培兹 回程没有搭乘同一艘船 而逃过一劫 事后菲律宾总督召开调查会 透过罗培兹的转述 高姆县神父的事迹 才得以让后人知道 西班牙人占领北台湾之后 类似的海量事件更多 1627年马尼拉派出的一艘补给船 由船主加法哈率领在多罗马 也就是今天的花莲利物溪口的靠岸 想要进入上游寻找黄金 结果登岸的200多人全部被原住民杀害 1631年12月30号 基隆诸圣堂的堂主高旗神父 和助手谢拉神父 由基隆搭乘两艘船去福建 中途在船上被船员谋杀害命 谢拉神父被杀 高旗神父跳水逃命 最后获救抵达福州 成为道明会进入中国船教的第一人 1633年8月9号 负责淡水教区的葡萄牙籍 道明会神父埃及水 和圣方济克神父商约社 从淡水搭乘一艘汉人船长的融合船 要到日本 由于当时日本处于禁教时代 在船到琉球海域的时候 船长就将两名神父杀害 尸体抛入海中 把鼻子和耳朵割下来 用盐烟置在玻璃瓶中 去向日本幕府要求赏金 埃及水神父也是研究台湾史 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人物 因为他在淡水停留的两年时间 不但建立了淡水玫瑰圣母堂等两座教堂 吸收了许多原住民的信徒 还曾经撰写大量的报告 包括北台湾的地形地貌 风土人情和情势分析 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西班牙人 在基隆河淡水最重要的史料 但是它也成为被海盗谋财害命的牺牲品 1632年4月 一艘从基隆开往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只 漂流到当时成为哈马浪的南洋平原搁浅 全场有80个人 包括西班牙人、汉人和日本人 被当地的格马兰族原住民杀害 由于已经连续发生三次类似的事件 于是基隆长官派兵从苏澳湾登陆 进入南洋平原摧毁了格马兰村庄 经过多次的侦讨 格马兰原住民不敌 只好退往花莲 成为今日阿美族的一支 从此西班牙人控制的南洋平原 成立格马兰省 对于西班牙人 真正的海盗是荷兰人 荷兰人专门在海上抢劫满载 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 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财富 另外一方面 由于荷兰人在欧洲 正在和西班牙打独立战争 海外是战场的延续 由于荷兰人的威胁 西班牙人在山雕角建立了风火台 若是看到荷兰船出现 就燃烧风火为信号 海上的西班牙船只 若是尚未通过山雕角 赶快回头躲入 沈罗伦手港 也就是今天的苏澳 若是已经通过山雕角 赶快进入基隆避难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请继续收看 台湾海贼研议的播出 谢谢 日本竹立市之末夜 正乱民穷 沙摩肥前诸国之盲 相聚为道 驾八帆船侵略中国沿海 深入闽测 而以台湾为往来之地 居于打鼓山路 竹立市最末代是竹立一朝 结束于1597年 当时的沃寇就驾驶八帆船 来到打鼓 也就是今天的高雄 落脚定居了 当时连河南人都还没有来 这些人的后代 可能今天都还在台湾 未经许可,不止